三合一送料机如何安装调试使用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跟随静置的售后人员一起快速了解 三合一送料机以料价部分 连接板和整屏送料机头三部分分体式运地客户工厂后 需先检查三部分外观是否完好 并确认所有配件齐全 接下来 将整屏送料机头用航吊一位摆放在冲床进料口 并调整好中心位置和与冲床之间的距离 使用激光对中一位标准 调整整屏送料机头的位置 使激光点在出料脱料架滚筒的中心位置 现在 将连接板底座安装在整屏送料机头侧边 将料架部分用航吊一位摆放靠近连接板底座 使其与连接板螺丝孔位对齐后 将连接螺丝锁紧 将上料台车放置在料架的两个支腿之间 调整轨道与料架的距离 保持在100毫米左右 然后将台车的油管线连接到液压站 接线后 盖上连接板面板 侧面盖板 为料架部分液压站 加注32号或者46号抗磨液压油 接下来 连接外部电源线和气源 确保所有电器和气动系统均以正常接通 安装并调整料架部分的两组对摄氏光电 确保两组对摄光电的颜色均为一绿一黄 之后 将卷料吊桩放置到上料台车上 然后点控手柄按钮完成卷料的上升 移送套入料架部分杖缩卷筒上 之后简单地在触摸屏上点控操作即可实现全自动化充压生产 想要亲手试试三合一送料机的操作吗 长洲静志德工厂提供现场操作体验 欢迎大家私信联系我们 来厂操作试机